歡迎回到熱血運動魂節目 中華足球隊接下來 在6月11號就要來面對 世足賽的資格賽 第二輪的第一場比賽 是對印尼的比賽 所以現在已經是進入到 緊鑼密鼓的備戰狀況了 這邊要先請教一下陳教練 其實陳教練 接掌中華足球隊總教練 冰斧也已經有兩年了 這兩年的過程當中 在訓練的部分有沒有做一些調整 有 因為在我們帶領 就是剛剛黃拼有講 我們一些年輕的助理教練 包括這批選手 基本上都在18歲的時候 有那個陳俊明 我們18歲的時候 陳俊明我的助理教練他有帶過 當然我們的打法理念是一樣的 所以這批選手銜接上來的話 跟我們現在目前中華隊的打法 是有類似的 所以說一開始 其實這個我在出國的時候 我也跟紅斌 私底下我們要去問他的時候 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紅斌你覺得我這兩年帶起來 你覺得中華隊這樣子需不需要改變 他說陳總 聽你這樣講好像有問題耶 我說 我這樣想聽一下 你是球品嘛 就看你一下 聽一下你的意見 他說很好啊 你們這樣子打跟之前的中華隊 是不一樣的啊 這句話讓我更加的有信心 還是希望繼續 當然每個球隊每個球隊的打法不一樣嘛 每個總教練總教練的帶兵的方式 跟他的打法也不一樣 當然我相信這批球員真的是 打出他們的價值 真的打出他們的價值 所以說我們在 包括在訓練方面 都有比較一些 就是這些年輕教練 有些資訊有很多啊 但是這些教練 真的是很 很禁止的一些助理教練 是 對啊 搭配球員也很肯 學習新的東西 我們每天 不管是訓練都是要 晚上教練團 我都喜歡泡茶嘛 有時候泡茶就是在那邊聊 明天我們要練什麼 怎麼規劃怎麼規劃 我們是要讓球員說 我們這一組的教練團 是跟別的教練團 是不一樣的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的用心在哪裡 當然球員也算是很認真啊 你當時新的東西 也覺得很好奇 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說每天都是 就是一些初心初心初心 出起一些訓練的比較新的東西 對啊球員也能夠接受 就是慢慢的這樣子 包括我們教練團也在學習 球員 球員也在學習我們教練 就是互相的學習 就像兄弟一樣 一起拉拔起來這樣子 所以說很感謝我們的助理教練 跟我們這群兄弟的 努力的打拚啦 讓中華隊這兩年的中華隊 有真的是不一樣 讓大家看到 現在中華隊在打 不一樣耶 有收拾耶 哭得不錯耶 但是就是有時候就是 講我們今天比賽 今天比較少 這個臨門一腳 都沒有辦法把握住 對啊 不過洪斌也採訪了足球 12年的新聞了 那你也觀察了 你覺得現在的中華足球隊 跟以前的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對首先那既然提到 這次跟陳總一起出去 這個比賽的這個經驗 我先講一下我側面的一些觀察 那我前面提到陳總 本來就是一個 相當能夠帶新的一個教練 那當然前面球員其實 球員其實都想要有新的一個刺激 所以呢重點是 包括教練團本身 執教的方式等等 都也要跟著一起成長 才能夠符合球員的一個期待 讓他們繼續能夠為這個球隊來打拚 那我舉一個例子 在這一次我們第二場 對問來之前 在賽前一天呢 我們中華隊來做一個 內部的一個會議的時候 當時陳總是帶領了全隊 來做一個這個冥想的訓練 他就告訴全隊 你們好 我們所有球員我們閉上眼睛 好我們開始去想像 你到時候 踏上了這一個比賽的場地 你聞到那一個草皮的味道 然後現場的觀眾 然後這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 踢好這樣的比賽 然後呢 然後我們進球了 然後你的臉上會有什麼樣的 是笑容 怎麼樣讓所有球員 我看到人家球員 哇就是他也投入在其中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那後來我去了解說 這是其實在 也是陳總在前一段時間的時候 包括有這種心理的這一個老師 然後呢也是 告訴他說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訓練的一個方式 那陳總那時候他還準備了一支是這一個 這個美式足球的這個電影的這個影帶 那當時那個影帶的內容就是 就是一個告訴大家怎麼樣完成一個不可能的 那他用看這個影帶 然後帶大家做這樣的訓練 就我看到國內的這些比較資深的老教練來說 這是一個 我覺得陳總 非常肯open mind的來做這樣的事情 沒錯 那另外還有一點 我覺得過去 台灣足球為什麼有時候沒有辦法更好 沒有辦法進步 某些方面來說 這種所謂的派系 門派之爭 還是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誰當總 大家會說誰當總教練 就傾向選他手下的球員 那當然有時候是不是私心 這是一個可以討論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有時候比較簡單嘛 就同一個位置 與其我選另外一個 也許他好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可能我的子弟兵 我比較好掌握他 我了解他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他就會有個問題 球迷來看就是說 為什麼誰沒有入選 那其實球員們也會覺得說 為什麼誰明明很好 為什麼沒有入選 就會造成大家沒有辦法團結一支隊外 那我覺得這一次了不起的是 陳總其實他真的是 他像是在做一個中華隊的教練 而不是像 其實他是在台電公司 母公司來服務 那他在這次最後的 我們第一輪的名單裡面 據我了解 總共只選了五名的台電球員 對不對 五名球員 你說真的要簡單一點的話 他真的可以多著急 而且據我了解 有很多一些 其實他也有在考慮說 實際上要用旅外的 還是要用他其實比較了解的球員 因為前面提到旅外好手 都沒有辦法跟著中華隊 去泰國一地訓 一回來他可能是一個變數 我們現在雖然旅外好手是創始上最多 但是除了幾個已經是在那邊洗禮多年了 陳柏良 溫哲豪 陳皓偉 還有像 基本上陳昌源這樣的球員 他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球員 之外 其他有的才剛剛去 他們也許潛力無窮 但是呢 他們在球技各方面 其實才剛剛接觸人家的一個職業的訓練 可能還沒有脫胎換骨的成長 那目前狀況可能也不明朗 但是中華隊沒有因為這樣 然後呢就選擇說 我選擇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而不是去尋求 我來達到最佳陣容的可能性 這一點是令我佩服的 儘管沒有錯 接下來總教練就要面對著 怎麼樣去整合這樣子一個 來自四面八方英雄好漢 這樣子的考驗 可是我覺得 第一點 這個符合球迷的期待 球迷就說 怎麼我們有直接球員在外國 結果我們這比賽不徵召他 那這樣子恐怕又有很多 鹹鹹鹹魚會出來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 當總教練 什麼人 只要是好的手我都選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各個國內的足球 不管是哪個球隊 你才會相信說 這是我們的中華隊 對 那我球員迅尼那邊 去集訓 去等等之類 我才會放心的說 因為這是為國家來打兵 而不是某些人說 我為自己來練兵這樣子 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一個 包括叫Open Mind 不管不管是在戰術面 在訓練面 還是在挑選 國角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 目前這樣子的一個正向的方向 能夠來繼續下去 那當然 在怎麼樣完成球隊的整合 讓這個球隊能夠有一個 基本的一個戰術的思想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的考驗 但是我覺得 既然台灣現在沒有直接足球 那我們最好的球員 是要去對岸 來這樣打拚的話 這樣子的考驗是我們必須要面對 但我們要更好 也必須要做到 是 不過這邊就是 剛剛鴻斌也提到的 旅外球員加進來中華隊 那總教會覺得 會認為說這些旅外球員 對於原本本土球員 應該是有一些幫助 但是也會有一些衝突嗎 你球遇到的狀況 就剛剛鴻斌講的 因為旅外我們在 現在國家隊在習訓 在左訓集訓 他們不可能回來跟著球隊集訓 他們只是 他們也有球隊要打 他們直接球隊要打 他們打完 就是剛剛鴻斌講的 只有在國家隊 要比賽的前三四天 才回來而已 可能最多練個兩三四球 還是三四球 就要上場 對 就要重戰場 那有時候這個就是 默契上的問題 你沒辦法重點來練 但是因為我們 像陳柏良 那個溫志豪 他們之前也都是台電的體系出來 到大陸去踢球的 當然這個我們比較了解他的狀況 跟目前中華隊 可能就比較會match的地方 你像浩瑋後來經過兩年的磨合 大致上都能夠OK了 現在就是剛剛講的 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現在剛出去的 他可能還沒有接受到 大比賽的那種紀念 他可能在職業隊訓練而已 當然這個回來也是一個 怎麼講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教練團相信 我們可以整合他們 讓他們成為一體 這邊要再請教一下 陳總教練就是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旅外的球員 曾昭懷之外 就是所謂的規劃球員 這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是不是也是目前我們在 中華隊要打國際賽 就是現階段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對 我覺得這個趨勢是蠻重要的 因為像菲律賓現在也都是用這種 包括關島 是喔 這些有時候這些比較 一些國家都利用這種方式 而使他們的排名 節節的上升 因為他們有多打國際賽就有積分 就像鴻斌剛剛講的 國際賽要多打 你平手你就有分數了 那你的積分一定會往上爬 所以說現在很多國家 都是用這種規劃的 其實可能我們國外的一些球員裡面 可能也有規劃 但是我們還沒有去發現到他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行的 可行的 這個對中華隊 不管是以後誰接中華隊 這個對中華隊都是有幫助的 包括這些旅外的球員 如果能夠台灣的球員 更多的往上個大舞台去走的話 你徵兆回來的球員都是有經驗的 對 對他來幫助中華隊的話 我覺得我們中華隊 不管這個排名或是怎麼樣 一定會節節上升的 好 那節目進行到這邊 要請觀眾朋友再休息一下囉 因為中華足球隊大戰即將來臨 我們待會要請兩位來賓來談談 目前中華足球隊的備戰 緊鑼密鼓的狀況